颁奖典礼闹了乌龙 颁奖人艾怡良在念 得奖人姓名时出包 把这评审团主席 陈建奇的手写签名 当成是得奖者念出去 入围的陈建伟以为得了奖 敢言讲到一半又黯然下台 艾怡良被网友骂翻 他凌晨开直播痛哭道歉 希望大家再给他一次机会 另外这届金曲主持人 韦里安也太紧张 网友整理出他有七大错误 只指这届的金曲转播 好像不太OK 歌手艾怡良站在金曲舞台上颁奖 打开信封却念不出得奖者 完整名字 甚至求救工作人员 原本以为是完美救援 但领奖者致辞到一半 但舞台后方黑影中 似乎有工作人员上台 跟艾怡良沟通 台下歌手们更似乎发觉不对劲 稀稀疏疏 艾怡良小岁步向前跑 财经报是乌龙一场 我刚才太紧张了 我念的是陈建奇没错 但是这是评审长的签名 所以得奖的是 I'm sorry 现场一度超尴尬 堪称是本届金曲奖最大爆点 艾怡良的脸书更被冠报 网友批颁奖人没做功课 未免太扯 根本不尊重典礼 艾怡良更在凌晨开直播痛哭道歉 I'm so sorry I'm really sorry 我参加进取奖已经11年了 要我扫厕所 或者你们要我帮你订便当 无论如何我都要参与进取奖 不过颁奖卡片曝光 评审长签名真的很大 有网友缓假卡片的排版有问题 但也有人说 全颁奖人就只有爱搞作 反而是乌龙上台的陈建伟 在脸书发照片 高EQ原厂 我现在变颁奖人了 引起网友赞扬 另外独挑大梁主持的维里安 也被骂爆 他跟台湾乐团落日飞车 最后一次主持了 维里安不断吃螺丝 看起来超紧张 不断自嘲是最后一次主持 网友很批走尴尬路线 还是专精唱歌就好 另外网友也整理这届金曲奖 镜头太旷 台上麦克风爆音 潮时45分钟等七大出包 无情狠批 今年金曲真的很糟 这儿章有此阳宗雁台北报导 这儿章有此地好